当当当大家好 我是有鹿 昨天直播的时候大家对我这件斗篷非常感兴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款来自Holicon的流浪者 是一款战术属性很强的装备 这是一件非常适合我们日常露营的装备 这个斗篷其实很有意思 它除了能穿的身上以外 它可以当成睡袋 还可以当成毯子 还可以当成吊床的垫子 它的收纳袋上有标有它的这五种形态 最常用的是我这种斗篷形式 现在我穿在身上这种形式 而且它还有个帽子 帽子可能大家看不到 可以收起来 这样可以更加的防风 姿势比较猥琐 然后这是一个收扣 然后它袖子其实是有个扣 打开之后它是一种这种形态的 然后后面有个快速的扣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块毯子 长度是两米 宽度是一米四五 我们将它从前面到后面先这么扣上 先扣就是前面这一片 然后把后面这一片 从前面这块扣上 这就是斗篷形态 因为它是一款战术装备 所以说当你进行 piu piu piu的时候 不影响你的战术动作的 而且它可以通过这个弹性子带 调的最小 调的比较高的地方 它整个的下摆是有这种抽绳的 通过这个抽绳可以勒紧下摆 起到一个防风保暖的一个作用 这是它最常见的一种形态啊 前面有个大口袋 从他们战术圈讲 他们叫地图袋 就放地图用的一个东西 但也可以作为整个斗篷的收纳袋 就是我们可以把斗篷收纳到中间这个袋子里 我们可以把一些常用的东西放在里面 拿去特别方便 因为你穿上这个之后 它可以将你全身全罩起来 所以你身上的口袋用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需要侧面你看 需要掀开才能拿到这个口袋 前面这个大口袋还非常实用的 大口袋上面有个小的口袋 这个小的口袋是用来收纳帽子 当你使用其他形态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帽子收纳到这个小的口袋里面 在这里啊 我别麦克风这个口袋 它整个填充物是使用的C棉啊 应该是62米平方米的C棉 整体重量大概700多克 所以它的填充量并不是很高 就还是蛮轻便的 说白的很薄 正面是尼龙 使用了那个特弗龙涂层 有一定的抗水抗污的能力 虽然说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但是不要把它当成羽衣去用 它是可以兼容大部分美制的那个战术羽衣的 为什么要这么录呢 就是方便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他形态 造型就是一块2米乘1米45的这么一个毯子 然后它这个帽子可以收纳到小的这个袋子里 我们先帽子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是有个魔术贴 可以这么贴上 如果说你什么也不管的话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毯子去用也是可以的 它还有一种是可以当成一个睡袋去用 因为它这边是整个是有拉链的 好 拉开之后它就变成这样一种形态 就可以当成一个睡袋去用 但我再重申一遍 这个真的很薄 作为一个夏季睡袋是可以用的 你不要妄想在冬天指望 有多强的保冷效果 然后可以当成毯子 可以当成睡袋 还有个很好玩的功能 是官方说的 当你使用吊床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这个抽绳 把两边抽起来 两边抽起来 两边抽起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放在吊床上 当成吊床的这个垫子去用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最实用的 也是我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抖碰 因为确实挺方便的 而且表面的 它的这个特富龙的这个涂层 聚水抗油 哪怕当成个围续去用 这种绣的这种形式 最开始用的时候 可能总觉得它非常束缚你 这时候你可以往上拽一拽 走步这个位置就更好一点 还有就是它非常薄 关于这种保冷材料 我可以详细跟大家出一起 虽然使用C棉 但是真的很薄 也就是说 如果说它成为一个睡袋形式 仅适合在夏天使用 冬天作为斗篷 它能起到一定的 抗风保暖的效果 但是对它期望也不要太高 当成一个棉字外套去看待 当然还有一个 不算是问题 就是它这个斗篷 这个领口的部分 个人觉得 如果你头特别大的话 可能搞起来就不大方便 它可能为了保暖 所以说它口设计并不是很大 可能塞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头比较大 可能穿它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作为一款 就是多功能的装备来讲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 我们露营去用的 我们可以把它叠成一个睡袋形状 当然你不用钻进去 你可以铺在床 或者铺在什么 当成一个比较厚的毯子去用 最实用的就是这种披风状态 如果说这种形态 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全部展开 当成一个毯子 单纯的配在身上 也可以的 它有一定的防雨效果 但是不能当雨衣去用 它的四角的扣 是用于适配 美制的这种战术的标准的雨胚 配个雨的话 我觉得在春夏去用 我觉得那就是更方便一点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希望大家积极点赞关注 如果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 一定留言给我 我是你们录 耶